最难懂的电影往往既不是侦探悬疑 也不是烧脑科幻 而是取材于日常生活 貌似波兰不惊 却饱含寓意 The Square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2017年 瑞典导演Rubens Osland带着这部影片 在最后时刻入选大纳电影节竞赛单元 一举摘得金钟旅奖 从那时起便成为当代世界影坛最独特的声音之一 The Square长达150多分钟 规模宏大 雄心勃勃 但一点也不冗长 它是一部可爱的 自由自在的喜剧 始于对当代艺术界的讽刺 然后缓慢的越界 对欧洲社会普遍存在的公共义务和个体责任等主题 进行非常有说服力的展示 它是对中产阶级司空见惯的各类行为的惯意研究 揭示现代社会最为普遍的现象 人们彼此越来越独立 宣称的道德原则和实际行为相距甚远 自己却浑然不知 The Square是非常诙谐有趣的 但在其讽刺性的幽默下 隐藏着一个深刻的 让人感觉不适的事实 这也让它成为当年除戴伦·奥兰乃农斯基之道 Jennifer Lawrence主演的母亲之外 在影评界和观众当中产生分歧最大的电影 The Square具有导演奥斯兰的电影风格的标志性结构 它以一系列彼此相对独立的小品形式展开 像一副Bollack的绘画 随自然绿摇摆 将各种奇怪的想法抛给观众 采用单一叙事方式 每个情节单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平行排列 推倒第一张骨牌的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景 男主角克斯蒂尔在斯德格尔摩的一个广场上 助人为乐 未曾想那其实是一场骗局 他的手机和钱包因此被偷 他用定位系统确认丢失钱包的位置 并和下属一同实施他的报复计划 虽然他最终要回了丢失的物品 但由此节外生枝带来的其他问题 使他的工作和生活都逐渐失控 他虽竭力应对 但结果却不尽如意 不过不用担心 影片没有制造任何情绪上过分的压力 克里斯蒂尔是斯德格尔摩一家美术馆的负责人 身材高大 肤色健美 有英俊的胡须 从精致的眼镜到时尚的围巾 造型无可挑剔 他是北欧社会精英人群的典型代表 然而当影片以不易察觉的方式 切除掉他认真迷人 高尚的侧面后 他的形象开始出现裂痕 导演奥斯蒂尔也是影片的编剧 他以自己为参照 为克里斯蒂尔创造生活背景 离了婚 有两个女儿 自以为是的中年快乐单身汉 克里斯蒂尔自诩当地名人 非常注重保护隐私 平日表现为一个自由主义典范 左派思想价值观的捍卫者 但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 都充斥着无法掩饰的 关于社会 种族和性的小偏见 这让他的形象变得复杂起来 既令人尊敬又装腔作势 既虚荣又慷慨 他在公众面前 所谓自发即兴的演讲 其实总是精心排练的产物 用早已熟练掌握的 当代艺术的国际套画 用情至深地发表一些 不知所云的艺术声明 The Square这部影片的目的之一 就是引诱克里斯蒂尔 走出他的象牙塔 把他放到一场社会实验中 观察他如何在 精英主义的特权意识中 自我瓦解 克里斯蒂尔认为 自己是个正派人 相信自由 进步的社会进化理论 施舍乞丐 怜悯无家可归者 但他并未意识到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由选择地塑造自己 在外界面前的完美形象 他把生活内容分门别类 放到一个个理想主义的盒子里 父亲的角色 工作 性生活等等 都在不需要调动真情实感 和同理心的情况下 有条不紊的进行 他痴迷于这种抽象化的练习 完全注意不到理念与现实的脱节 以及自己受益于特权的事实 甚至记不住 与自己一夜情的女人的名字 他无法走出自己的头脑 直到被自己的错误逼到绝境 而最讽刺的一点是 这与他在工作中正在策划的展览 也是他本人所钟爱的 关系美学的理念完全向背 后者试图消除传统孤立的艺术展示 与观众体验之间的界限 暗示打破和阻止社会中 人际间真诚互动的障碍 影片的名字The Square直接所指的 是一个象征性广场样子的艺术装置 发光的电线在一片真正的广场上 圈出一个四乘四米的方形区域 并配有这样的标语 The Square is a sanctuary of trust and caring We've seen its bonds We all share eq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Christian对这个观念深信不疑 他甚至让自己的孩子读出声来 仔细理解这句话 这件作品原自导演和他的制片人 与2014年在一家瑞典博物馆 制作的真实的艺术项目 这部电影也因此可以看作是 对这个项目的一种延续的记录 他强调人类通过彼此信任 建立起来的社会契约关系 是现代社会的基石 然而整部影片所展示的 却是与Square所宣称的精神 形成鲜民对比的一系列琐事 这并不是导演针对Christian 或某个社会群体的讽刺 也不是对当下欧洲主流偏左 意识形态本身的质疑 而是对自认为站在这个立场上 却未能做到言行一致的 那些人的一次灵魂拷问 是对粉饰过的冷漠和虚假 人道主义空洞姿态的精准打击 在我看来 这是自龙虾以来最有趣 最具艺术性的讽刺喜剧 这是一部越看越觉得好的电影 他的思想像洪水一样 在我们的思细中蔓延 他的确首先批判了 当代观念艺术的轻浮 认为他已丧失了艺术在公众利益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但把这部影片描述为直与艺术界有关 就像把卡萨布兰卡理解成一部关于精英酒吧的电影一样离谱 他不只是对艺术世界感兴趣 他的目光扫描了整个社会几乎所有种类的人际关系 家庭、邻里、职场、伴侣、商业、社交媒体等等 导演奥斯兰特发起的是一次旋风式的旅行 只不过他是那么的柔和 那么令人意想不到 克里斯蒂亚工作的美术馆是虚构的 现实中他的原型是斯德格尔魔王宫 1974年瑞典宪法规定 国王只行使礼仪和代表性职责 比如每年诺贝尔奖的颁发 这是影片有意暗示的背景 他甚至还用奥斯兰特标签式的 偶发意外插歌打魂的喜剧方式 强化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型 一尊象征王权的雕塑 在被从美术馆前的广场移走时 发生事故 导致雕塑中的人物被斩首 随后紧接着 影片安排了铺设Square那个装置的全过程 奥斯兰特的矛头 最准的是当代社会契约精神僵化 成为一种形式主义之后 原本隐藏在下面的群体思维 虚张声势 和对社会羞辱 身败名利的恐惧 便会逐一浮现出来 奥斯兰特每部影片 都是从不同角度 对这一过程的展示 如果在这部影片中 只出一个高潮 大多数人一定会选择晚宴的场戏 Christian的美术馆 邀请艺术家和捐赠者 参加一场高级晚宴 上流社会的人们穿着礼服 端庄地围坐在 曾经属于皇家的大厅里 等待享受一场行为艺术表演 艺术家Oleg的扮演者Terry Notary 曾为人猿星球 做过大量动作捕捉 他在这里正式扮演一只 闯入人类文明的大星星 在优雅豪华的餐厅里 肆意妄为 他以试探开始 在场的显贵们 自在地应对大猩猩试度的挑衅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 这并不是一场点到为止的表演 Oleg把富丽堂皇的餐厅 当作游玩戏耍的丛林 他尖叫 跳跃 故意打翻桌子上的东西 羞辱Dominique West 扮演的另一位艺术家Julian 然而始终没有人敢站出来阻止他 Oslant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在拍摄这场戏时 这样只是Notary的表演 Come in, chase out the alpha male and mate with the prettiest girl in the room 影片中的Oleg也是这样做的 他寻觅到一位中意的女子 挑逗她 猥亵她 然后把她扑倒在地 企图强暴她 女子大声呼救 但直到最后时刻 在场的一些人 才对Oleg群起而攻之 向另一群大猩猩 野性十足 将其制服 这显然是Oslant从他最爱的导演 西班牙人Louis Buñuel那里 获得的偏好 在巴黎服饰会中 Juliette Binoche被关在一个房间里 一个神经病透过监视镜头 冷酷地告诉他 他马上就要死了 而这个人的要求就是 让Binoche展示出真实的自己 撕下所谓文明的面具 Oslant也用他的方式 指出我们称作文明的那个东西 是多么的脆弱和虚幻 当达尔文的天泽演化论 被用在人类发展史上 人类总会把它曲解 赋予自己一种 进步史观带来的优越感 以智慧的增长为傲 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 然而在这绚丽文明之下 我们很多时候 仍然有动物性驱动 愤怒 情欲 领地意识 而我们会回避 否认 掩饰 甚至消灭它们的任何显现 维护自己精美的文明形象 在Christian身上 这种虚伪的优越感 几乎体现在所有方面 在施舍乞讨者三明志时 她不允许对方选择不要洋葱 在面对由于她的错误 而被家人误解为 小偷的移民小男孩时 她贬低她 威胁她 在与Elizabeth Moss 扮演的女记者Ann一夜情后 她会为如何处理 用过的避孕套争论不休 之后也不愿再次面对她 不想谈论关于那晚的任何事 她对下属 尤其是两位少数族裔的员工 随意使唤他们 为自己的私事跑腿 甚至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她不自知地使用特权 维持优越感 以自我感觉良好的方式 独断专行 然而我们作为观众 却有时忍不住同情她 这正是阿斯兰的 想要引起关注的地方 在面对Christiaan的选择时 我们会怎样表现 事实上 这些事应该都曾发生在我们身上 而且我们的反应 也与Christiaan几乎没有区别 那我们怎样做才能真正配得上文明儿子呢 影片中的一个小故事 似乎给出了答案 在West扮演的那位艺术家 接受美术馆采访的现场 有一名患有妥瑞士症的观众 他不受意识控制的脏话频出 使得艺术家本人和主持人 以及在场大多数观众 都华人和焦躁 他们的意识形态告诫自己 要尊重精神病患者 但在这种现实状况下 他们似乎又无法真正做到 无奈的笑声充斥着房间 尴尬纠结的表情 几乎出现在每个人的脸上 这个场景的最后 前排的一名观众回过头 对房间中的其他人温和地解释 这个人正在经受精神紊乱的折磨 这是不受控制的 请宽容一些吧 这就是奥斯兰的自己的声音 他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 我们要真诚地面对自己 审视自我 证明我们真正相信一种理念 只有在实际行动中 自发地毫无顾忌地履行它 我们是Dr. Cuco 下次见